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说了这么多 让我们一起进入参观一下吧 好了 现在我们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开发商的背景吧 这公司名字就叫做首开 首开是一个具有全球的开发的背景的 它的物业的范围是涉及到英国 美国 澳洲 日本 还有中国的 他们的这个物业的建筑面积已经达到了2480万平方时 你是对了吗 248 million 对 果然是很大的面积 首开集团是在2017年就已经进入了加拿大的市场 对 这个开发项目很多人不知道 它居然其实跟之前有一个项目我们叫Concord Brentwood 那是跟Concord Pacific这个开发商一起去合作的 他们大概是50% 50%差不多这种的合作模式 那除了这个资金背景的强大以外呢 其实他们的技术的背景呢也是同样的雄厚的 比如说这个故宫这个世界级别的这个文化的遗产 他们也是来负责它的修缮和这个维护保养的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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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有这么强大的一个背景 那么这个首开集团在这个BC上的一个首开的项目 对 首开的项目 我们就很积极的马上过来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项目 好 我们一起看看吧 好了 现在我们来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楼盘的位置吧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楼盘的位置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49家街 接这个OPEN这个街了 对 它的地理位置呢 在温哥华的正中心核心的地理位置 刚才也说了 那么它其实非常方便的 如果有一些朋友如果不明白温哥华 它这个地理位置的话呢 我们以一个方便的程度来解释一下给大家 它这个位置如果去很多不一样的重点的地方 其实它很快 还有几分钟的路程就到了 那麻烦你介绍一下 好 我们来数一下吧 好 那其实呢 它去一个Langara的天车站呢 就是走路10分钟 OK 开车到这个列治文Richmond呢 10分钟 OK 那如果是开车到这个机场15分钟 那如果去我们最著名的大学UBC 开车15分钟 那如果去Downtown的话 开车20分钟 不错 我这一次一次性的背得 都背得很对了 背说了 对 Michelle也介绍了 其实它都第一个位置呢 去各个重点的地方 都其实仅仅如10到15分钟 到甚至市中心都20分钟 那么它第一位置在Oak这一条街呢 也是一个很方便的街道 往北走 就是我可以往Downtown市中心的方向 往南走 就是Oak桥 就是列治文的方向 那如果你平常吃饭的时候呢 就走这条路 下去就很方便了 所以它不在19的大街上 所以会更加安静的一边的 对 那大家其实如果对Oak跟19街了解的话呢 可能大家会想 这是不是大马路啊 没关系 其实他们这一次把整个项目 把那个噪音的处理 其实是非常好的 等一下我们会慢慢介绍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楼盘的沙盘的位置了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楼盘呢 一共有63套单位的 那这一次呢 是第一期的开发 第一期呢会有22个单位 那我们过来看一下吧 刚才大家跟大家也说了 它的地位置是在Oak跟49街 那它其实是在东北角 所以呢 它是整个项目呢 是南北走的 现在我们首发是这边 北边这四栋 那么这四栋里面 刚才美少说了 这是22套 22套单位的 22套单位 那么它分开 就是朝Oak街那边的 朝那一间里面的 还有两栋是南北向的 对我们再说说那个地理位置 我们现在前面这条街呢 就是Oak街 那么这条打树这条呢 就是四个九街 当然我们已经合着中间的建筑物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喜欢后面的单位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后面这一套的 那如果是Oak街这块呢 就有其他的单位 那这次呢 其实一共是有ABCD四个户型的选择 那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A户型呢 就是在后座这里 那Counter这边呢 就是B户型 那我们再来到这个前座了 前座也是一样 中间的位置呢 是C户型 两边这座呢 是B户型 那这边呢 中边C户型 两侧B户型 那我说那么多ABCD 大家就留点乱是吧 有点简单的方法去记 如果我们不是要Counter的话呢 我们就找A后座 C前座 Counter呢 B和B 这里呢 因为都是B 好这边呢 都是B 对 就这么简单 就是BB Corner ABC中间 这么就好简单了 这一次呢 22套 其实我觉得 应别抢手的 因为等一下 可能会大概给大家 一个价位的概念 对优点很多 然后价位也非常非常适应 对 所以这一套22套呢 我们觉得应该 很快会收拾 对 那我们说到具体 它的优点来说呢 我们觉得第一呢 它每个户呢 都有一个自己的入户的花园 我们可以看到 面积各自不等 从100尺到 二三百尺都有 那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每一户的那个 pocket呢 是完全跟自己 平车位 对 平车位 对 这个是很大的 很大的优点 那么等于是 平常你回家的时候呢 你的车就停在你的 基本上地下室 有一道门就直接 直接入户 到你们家 然后呢 它进室之后 地下室这边呢 还有一个空间 是给你做一个store 就是储藏间的 这个储藏间呢 跟平常开发商有点不一样 它是已经做好的了 对 抓握 所有东西都已经装收好了了 对 所以也是多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出来给大家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先看看那个平车的入口吧 平车入口呢 就是在这种项目的中间的位置 就是它的平车入口 在这进去以后呢 每一户呢 就可以开车到自己的一个park的位置了 所以说每一户都到户了 那整个项目来说呢 因为它是一个城市物的项目 那它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些配套 简单来说呢 它有一个中间的这个playground 表的一个儿童的一个游乐的场所 那其余呢 就是这种公共地段的这些landscaping 这个园林的一个维护保养 那然后自己到户来说呢 就会自己付这个电费 然后付这个煤气费呢 煤气费 煤气费是包含在管理费里面 因为那一组饭的灶头 它是烧煤气的 那所以包含在管理费里面 那刚刚我们说电费 那电费有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冷暖的一个空调 因为这一次呢 就是全部都配有自己每一户单独的 一个空调冷气机 那空调冷气机呢 会放在地下室 哦地下室对 所以也是完全是 不是在外面面的 所以你景观就是外观上 看起来也更加好 所以我们看到基本的那个特点 可以看到是这些 那么具体的这个示范单位 我们进去看看吧 好的 我们进入示范单位以前呢 我们先看看 它这一次的两个色版的选择吧 我们先可以看到呢 后面就是一个秋色系 一个春天的色系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它的这个玻璃的构成 对 这一次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它毕竟是在Oak49间 那很多人会选单元的时候呢 今天比如说考虑Oak还是里面的单元 我觉得在这一单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这一次呢 他们采用了这个三层玻璃的技术 因为呢 它本来就传统是 只有一块玻璃或者两块玻璃 中间就一个空间 它这一次呢 就多了一块玻璃 然后有两个空间 等于基本上概念好像是一个人穿两个外套一样 对 那它什么意思呢 在外面这边的外边的窗 它的噪音 它的灰尘和它的节能功能都会比一般的双层玻璃会更好一点 而且它不光是在Oak线这边都是这个结构 整个房子每一个窗都是用这个结构 好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示范单位了 首先我们看到呢 这个示范单位呢 是一个B户型的展示 好 我们先看看 现在我们所在的呢 就是这个Libby Area 这一次这个色调呢 他们选择用了这个秋天的色调 所以我觉得比较清爽的 对 所以比较容易搭理 那所以我们想说的呢 就是全部呢 真实呢 是会是一个白墙 所以你看到这种布架呢 还有这种墙面呢 是示范的作用 那么我们慢慢过来 对 来到这边 这是一个餐厅的位置 餐厅的位置 同样哦 这么漂亮的灯也是一个示范 来到我们最中心的一区厨房了 我们这次呢 看到的家电品牌呢 是Ball收藏不错的牌子 打不到冰箱 嗯 你们打不到 对 每次都是 一个是这个32寸的大的冰箱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边呢 也是一个灶头的一个燃气的一个煤气炉 也是用这个火式的牌子 下面呢就是这个烤箱 还有这个微波炉 所以也是 烧的这个燃气呢 就是灶气的一个灶气炉 也是用这个火式的牌子 我先来一下 对 这一次我很欣赏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Illant 对 是的 Illant它一只要是这个牌子 就用西区说的凯撒石 凯撒石 凯撒石呢 它做的很精致 就是牌面跟旁边它都包起来了 对 看到的所有这种洗手牌呢 都用了科勒这个牌子 那所以可以看到它的材料 用的都是很上层 那除了这个Illant 是我们很喜欢以外呢 旁边那一侧有个食品位 我们也去看一看吧 对 刚才他们不说不知道 原来这个隐藏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对 很实用的 很实用 那我们这个叫Pantry 那它其实呢 这个柜子呢 其实可以自己去调的 对对对 所以它每一个柜下面都有一个灯 LED灯 亮点非常清楚 这个调高度 一点都可以 另外就是这个抽屉 非常好用 也都是包含的 有实用性的 对我们来说 你们一放这种碗碟呀 放一些小的食品 就很好用 这个食品贵了 平常不用的时候 把它关起来 那人家以为是一个浴会 其实看起来 其实是个很好的Pantry 对 我们现在从这个厨房里头走出来 我们去看看这个露台的位置吧 其实进入这个露台以前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还有蛮大的一个空间的 那它现在呢就是拿来做一个Home Office的设计了 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展示的作用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空间呢是蛮实用的 这大部分的家庭来说这边已经可能就是给大家考虑做一个家庭厅了 那它做了一个展示四段迷离开 这边可以做书桌 那这边再放沙发 那我一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都感觉这边还可以甚至于发现我们叫PantryNet 那这边就是一个立体来的一个床 平常是个书架 那么如果平常不用的时候呢 还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出来 有客人来了 有小朋友了 可以把这个床拉下来 所以就可以变成一个卧房 因为它后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花园的门 然后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新鲜做得非常好的设计 对这个这个都好 我这开发上这一次呢 就装了这一个sliding door 就整一个这个拉门呢 是可以把这个厨房和我们先生的空间它是完全隔断出来的 所以这个设计我觉得蛮贴心的 那看完这个正程的单位以后 我们先看看主人房的设计吧 好的 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主人房了 我们来看看它的布置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空间还挺大的呀 对这一次我们感觉到它除了就是这个kingside的床之外 旁边的空间还是很多 对 所以确实是这个格局来说我觉得很舒服 对没错 我们可以看到当然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墙面的面板和这个墙板呢 是一个bitplay only 到时候焦楼的标准呢还是一个白墙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baseboard这块呢 它其实也打得很高了 所以感觉上空间上面更加好 对 我们先看看它的这个套内的这个衣帽间吧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衣帽间呢 很想跟大家重点说一下 这里头我们看到这个框架呢 就不是display only了 我们看到这个架子啊 还有这个灯源呢 它都已经配备了 所以完全是你入住的话 就可以能放东西去好用的 我们看完这里 我们就进入这个套内的卫生间 那套内卫生间我们可以知道呢 首先套内卫生间一个标准 双星盘 同样这个位置呢 也是用这个科乐的星盘的 那它的那个收纳空间也很多 四散的那个镜面都是能打开使用的 能收纳相当多的东西了 那当然我们看到它这个柜子的下面呢 也是有这个地线的这个灯源的 那这一次来说呢 我认为这个卫生间最大的一个西纹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sower的位置 可以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好 我们发现有点特别呢 这个sower呢 它是完全没有做一个挡水的一个板 它是做了一个自然的一个倾斜度 就直接的水流呢 就能够扭住下面了 那所以呢 我们使用者用起来呢 就是会更干爽 而且呢 那个感觉上的美观程度也更高 那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砖面 这砖面到这个墙面呢 就是从地到天全部的包住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色调呢 是很协调的 好了 现在来到我们这个项目 小节的时间啊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些特点吧 对 这个项目呢 刚才有两个点 我们要补充 第一个点呢 它是楼顶的层高 其实是 一楼呢 是9尺高 二楼跟三楼都是8尺高的 另外呢 其实啊 我们这个项目呢 除了地下室 有一个空间 是做storage 储藏以外呢 门口一出来之后 到你车之前 其实有一个铁的箱子 是政府的要求 这个bike locker 那么它说是bike locker 那当然你们也要放什么东西 其实是你就发挥 是绝对没问题的 嗯嗯嗯 对 挺不错的 那我们说完这个它的优点以外呢 我们也看看它的具体的一些价格吧 初步来说呢 开发商呢 会把它定价 会放在1200到1250一尺的一个平均尺价 那另外来说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项目呢 是面积是从1300尺到1500尺 所以我算了一下 就基本上是170来万 就能够买到一道单位了 嗯 确实很不错 在西区有这么好的地理位置 而且这么好的开发商 对 加上这个持价 其实其实性价比很不错的 很最近很多新的这些楼盘价位 都非常非常高了 这个还维持的性价比不错了 对 那预计的成交时间呢 就估计会是在那个2023年的年底 到2024年年初两年的时间 ok 那付款的方式呢 我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吧 一共呢是15%的定金 那首先呢 在我们签合约的7天以内呢 我们确定的时候呢 就给5%的定金 嗯 那么在30天 也就是一个月以后呢 给第二个5% 那么在一年以后呢 就给最后一期的5% 所以总共只收15%的定金 那真的很不错 这个首付才15% 然后坚持到2024年 或者2023年年底 就可以有这个 这么好的一个项目了 确实现在来说 跟其他的项目来比较 真的比较少有 低的首付跟那个价位持价 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嗯 那么欢迎这一次大家的一个收看了 那如果对我们这个频道有兴趣的话呢 欢迎大家是继续的订阅我们呀 嗯 跟我们去分享它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 那么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